哈囉大家好我是財玩 那今天來玩明帝國6 這一次我們要玩的是希臘伯里克里斯的這一局 那這一局的話我難度已經重新調回到了神奇 那地圖上面還是一樣只版古大陸 不過我們這一次的話應該是不會走 超詳細新手教學的路線喔 所以大家如果有期待文化勝利的新手教學的話 可能要再等等 因為我個人認為文化勝利的 對於新手來說的確是相對 你比較難去理解的一條勝利目標 那底下的留言 觀眾留言也會有人跟你講說 你也許其實沒有到這麼的複雜 大概基本上就是旅遊業基因然後文化衝高 其實大部分呢 你要說的很簡略的話大致上也是這樣子沒錯 不過我個人還是會覺得這一集的話呢 我盡量的 會稍微的去解釋一下文化 身體相關的東西的選項 那比較難去辦的事情就是因為這一局是神奇難度 所以神奇難度底下的思維 跟你新手一開始進來遊戲裡面玩的思維 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你當然也可以用這個思維去打遊戲 你會有辦法慢慢的去累積上來 打到難度越高的遊戲 你會比較有心得 也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場開局的話呢 我直接開到了這一個 阿克洛奧斯河的旁邊 然後旁邊有一個奢侈品資源咖啡 這邊的話呢 直接先跟你生手講一下 我不確定之前有沒有講過啦 那反正如果你在開局的當中 你的開局開拓者周圍第一圈 你就已經能夠直接看到咖啡 或者是這一類的奢侈品資源的話 那我大部分時候會建議你直接 就是去在這一個奢侈品資源上面開城 原則上你只要能夠在三個回合之內開城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你可以在你前期的利用 第一個回合的時間利用一下勇士 去稍微做一下周圍的地形判斷 那以這場來說 他其實我原則上就已經固定 是會在奢侈品資源這個地方開城了 所以這部分就比較不太需要去再做猶豫 只不過這邊先提供給大家一個建議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這邊開城了 開城之後 這邊這個勇士我讓他先往上走 OK 這邊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然後在對外貿易這邊有一個天啟 新大陸的這邊我們可以用第二個切換式島 這邊來稍微看一下 應該是這邊有一個新的大陸 那只是因為被我們看到了 我們原本的大陸是西蘭地亞 這個部分稍微的可以知道一下 因為你未必用得到這一個加成 但是稍微知道說這邊有不同的大陸 這樣也還不錯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 希臘本身的一些加成 這一個希臘文明其實我蠻建議 我會建議新手可以去嘗試看看 用這個文明當作文化勝利的基礎 因為他的加成 整體來說全部都是圍繞在文化上面 首先榮光環繞 宗祖國的時候 你的每個下俠的城邦會加5%文化 然後加上柏拉國的理想國 還有比如說衛城 這三條上面全部都是針對文化而來 文化環繞的部分 他其實會幫助你去理解一下 在不管是玩文化勝利還是任何 幾乎任何的勝利目標 應該也不能說任何 我覺得應該說文化、科技 還有宗教這三個勝利目標的方向上面來說 還有一個外交啦 簡單來說是除了統治勝利以外 你基本上能夠跟城邦維持良好的關係 那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以這一個波里克里斯希臘來說的話 你每一個下俠的城邦會加5%文化值 那如果你把他從你市政術後期 在全社群媒體這邊有一個集體行動主義 每一個宗主國的時候 下俠城邦會提供加5%文化 那原則上這張卡牌一放上去就是代表說 你如果城邦裡面你有10個宗教 應該說不能有宗教 10個城邦的宗主國的話呢 你就可以額外加100%的文化值 如果這張卡牌加上你本身的那個的文明的效果的話 他會加100% 也就是說你的文化值會直接doppel 欸我不能夠確定這個數學是不是這樣算 大家如果知道那個實際的算法的話 可以去底下留言就證明一下 但反正基本上你會有蠻大的文化數字加成 在光是這一個特色以及那張卡牌上面 然後柏拉圖的理想國這一部分 其實對於任何一個城邦 從文明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原則上來說就是 你可以多放你有多的一個政策卡牌的槽位 可以去放置這一些政策 那對於前期來說 除了偵查單位經驗值翻倍以外 其他的包含紀律 還有君主崇拜以及城市規劃 這三條政策幾乎都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前期來說的話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 一張經濟卡牌可以去利用的話 你就必須在城市規劃 還有君主崇拜之間去做選擇 那大部分時候可能會是走君主崇拜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希臘的話 你就完全不需要這麼的隨便走 你可以隨便走都沒關係 那再來的話 宋裝鋪兵呢 這部分呢 我們這邊應該原則上不太會去動到 頂多去拿他一下他的時代分數 然後還有加上一下他作為防禦用的一個單位 因為我們文化身體的部分 絕對是不希望跟任何人開戰 你跟任何人開戰的話 你的你們之間的開放邊界會關閉 強制關閉 那強制關閉的情況底下會造成 你對其他各個文明之間的旅遊業績會有一些 反向的 抵消 所以原則上我們不希望跟任何人開戰 那再來他的特色建築是衛城 這也是直接取代絕見廣場 而且造教會比較低廉 那你建造完成的時候 會有額外的一個獎勵 使者給你 所以如果你能夠建造越多衛城 代表說你能夠拿到的 使者的數量就越多 那你拿到的使者數量越多 你就越能夠去維持住你宗祖國的地位 宗祖國的地位能夠維持 榮光環耀的這個加成就會越高 這部分是需要注意 那再來衛城 他本身會有一些鄉林區域的文化值加成 那這邊稍微講一下 鄉林區域 每一個鄉林的區域都會讓他加1的文化 那每一個鄉林的市中心也會加1的文化值 每一座鄉林奇觀 娛樂中心或是雪昌樂園會加2文化 但是他的唯一缺點是 他只能夠建在丘陵上 所以你在規劃程式的時候 你可能會必須要去考慮一下說 你的周圍程式 包含像比如說這一場來說 我們這邊城市雖然是建在這一個咖啡位置 他起始 起始上面就已經有一個加1的文化 這對於整個帝國來說 其實是一件蠻不錯的事情 因為你的文化這邊的政策會走的 在前期來說會走的比較快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前期來說 至少在前面兩三個時代裡面 文化的部分他帶來的優勢 其實大部分時候會比你 科技的優勢還要來的更高 如果你今天沒有要打仗的話 那如果你今天要打仗 前期來說你科技稍微高一點其實是好事 因為你科技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比較快拿到一些你專門的特色單位 或者是一些技術的戰略資源 還有一些升級單位等等 那但是大部分時候來說 文化的科技值如果是稍微 每回合文化如果稍微高一點的話 對於整體的帝國發展 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 那這部分的話就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 那原則上來說呢 我們這邊這一局的話 我估計我的位成應該暫時是會先暫時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旁邊可以有機率去做一下 娛樂中心或者是 其他的區域規劃 那原則上這邊有可能會是一個商業中心的區域規劃 那這邊基本會有一個加3加3的加成 然後如果有機會呢 這邊可能會是娛樂中心 那我們就看這邊有沒有其他城市的布局的可能 因為這邊這一塊位置 他其實也是一個丘陵喔 如果他也是一個丘陵的話 我們這邊也可以做到位成 那如果這邊也是位成了之後呢 我們的這一座城市的娛樂中心 也許可以考慮建在這一個位置 或者是如果 像我看一下下喔 這邊這一個位置他就不是丘陵 我覺得相對來說稍微可惜的一點點 但像這邊這一個位置是丘陵的話 我們如果稍微的把他們兩個兌換過來 那把娛樂中心 分別放置在這兩個位置上 然後商業中心這邊放在這裡 或者是我們商業中心不要放在那邊 我們把私人廣場丟在這邊 然後把商業中心維持再丟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這樣子的規劃的話 那其實勉強還算 還算OK 那這邊也可以做一個商業中心 去加成一下這一個位成的加成那個 回合文化值 那這樣基本上來說 如果這幾個區域全部規劃完成 他就是一個加8跟加9的 雙層雙位成的規劃 這對於一般來說 其實也還算是足夠的利用 我們先暫時這樣去 暫且這樣估計去放著 那再來的話科技的部分喔 科技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先來去走向的會是 原則上其實應該要先來去走 呃 採礦業 因為我這邊我會想要趕快 能夠把雨林能夠砍伐下來 雨林能夠砍伐下來的話 我這邊的這一個 呃 這一個牧場 應該也不能說牧場 這個位成我才可以去放置 要不然的話 我這邊會不能夠放這個位成 那這個位成如果一旦時間被拖到 其實是蠻傷的 所以我應該會先考慮來去走採礦業 那第一個生產的單位呢 原則上因為我們這邊 前期的生產力相對來說 其實是比較 不能說太好 因為 更好的情況下是 你的城市市中心 可以再多一個生產力 那如果他城市市中心 多一個生產力 你有兩個食物兩個生產力 加上你又有兩個食物兩個生產力的 這兩片地格來說的話 你的偵察兵會變成 只需要五個回合的生產 生產時間就可以完成 那因為現在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少一個生產力的加持 所以這邊會需要到六個回合 但也沒關係 我們這邊前期來說 這樣子的回合數 算是你比較容易去碰到的狀況 好了 那我們這邊這個勇士 就先繼續去外面探索 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會有一個奇觀在這裡 如果這邊有一個奇觀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在這邊這個位置來開個城 然後旁邊如果有任何的丘陵 比如說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開位成 那如果這邊開了位成的話 如果有需要 也許這邊可以做到商業中心 簡單去幫他們做一個加成 那旁邊的話呢 有機會也許會是一個娛樂中心去幫這個文化中心 呃 聚焰廣場 應該說衛城 再去做額外的拉升 那你可能會好奇 我為什麼會都是選擇先去放上商業中心 而不是其他的區域 因為關鍵的原因是因為文化生技的部分裡面 你會需要有貿易路線去增加你們旅遊業績之間 各國旅遊業績之間的加成效果 所以商業中心裡面 如果你完成了市場的話 他會給你一條貿易路線 那這部分可能會是 如果你今天沒有走海岸城市 你沒有做港口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商業中心去做搭配 那以這場來說 我們的地圖是比較小的 所以只有六個文明 那也就是說我至少需要五個商業中心 或者是至少需要五條貿易路線 來去跟每一個文明都有 都有貿易路線的規劃 那這樣子的搭配會是比較完整 好那這邊這個勇士 我們就一樣先繼續探索 這邊碰到的羅賴馬山 果然是完全是這樣子的理解 沒有問題 羅賴馬山這邊的話 其實有鑑於這座羅曼拉 羅賴馬山的位置就在這邊的關係 我有可能第二座城會直接開在這個位置 而不是這一座城喔 這是蠻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這個羅賴馬山 它本身帶來的科技加成其實相當的高 如果我能夠在這邊開城 那等於是 等於是旁邊的 我看一下下 旁邊這幾個 基本上如果順利的話 這一整個地閣應該都有辦法拿得起來 這一整個奇觀 應該這樣講喔 好 那這邊這樣子的話 因為這邊偵材兵快要完成了 然後我的勇士奇蹟已經離我的組成大概 一二三四五六六格左右的距離 所以我現在準備要讓他可以開始繞回來 然後讓這個偵材兵去探索右邊這一塊地 我們這邊讓他直接往這個方向走 再往這個方向探下來 這邊應該是有一層幫 我們有機會可以把它先解鎖看看 OK 那這邊這個偵材兵就來往右邊去移動 你不能夠建在海岸 OK那這邊就沒辦法 我們就沒關係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考慮建成港口 去滿足一下這條城 這座城市所需要的商業貿易路線的選擇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我們的港口或許也可以選擇建在這個位置 然後去幫助一下這座城 應該說這個衛城的加成 然後從時也讓這個港口的加成能夠 因為這個魚的加成支援 所以來到更高的數值 好那首都這邊本身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稍微等一下 我們偵材兵再出一隻 然後來準備出第一個開拓者喔 這邊這個就先跳過 因為他也不能夠繼續移動了 好那這個勇士我們讓他 探到這一個位置 OK他還是沒有碰到這個城邦 我認為稍微的可惜了一點 假設說如果我們未來有機會啊 呃 由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這邊也許可以有機會出到一座城 然後這裡面可以出到一個學院 那如果今天是 這個加六不得不讓人想到 已經 停更的 科技生理的新手 生理超詳細介紹 好那加六啊加六這個學院 你不是每天碰得到的 好啦那不管怎樣 我們這邊的話 偵查兵繼續往這邊走 來去把這邊探索開來 那我目前還沒有碰到 除了這一個野蠻人之外 我目前還沒有碰到任何其他的 野蠻人營地 這稍微的算是讓人比較 好奇一點 這一個城 應該說這一個市中心 我們可以把它調整在這一個位置 上讓他重新回來 然後你這邊的話就可以把它回來 然後我們把港口重新調換在這個位置上 OK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你先預判一下周圍的地形 然後去簡單排列一下你的可能需要的區域規劃 那如果你城市打開來或者是 地形打開之後發現不行 那你可以再及時的做調整 你的這樣的話你的 規劃的目標就不會改變 你比較不會亂的節奏啊 好那這邊的話呢 希臘這邊第一個我基本上一定會推薦你走對外貿易 因為商人的部分是相當重要的 以我剛剛講過的原因 我就不再多提喔 旁邊有碰到微數微火山 呃我們這邊碰到這個器官算是還蠻不少啊 如果在這邊能夠開到城的話 老實說在這邊開 如果這座城能夠這樣子旁邊有一個習慣的話 這座城打開其實也未必是件很壞事老實說 但我覺得我還是先繼續沿著這條路線過來 我們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地形上來說其實作為防禦的選擇還算蠻足夠 好我這邊剛剛忘記把政策放進來 因為我剛剛顧著講話 所以我們這邊紀律一樣軍事政策丟進來 然後君主崇拜放在經濟政策 還有另外一個通用政策這邊 你可以把另外一個經濟政策卡牌也全部丟進來 所以作為希臘的話 你基本上你的政策第一個政策的卡牌 應該說第一個球幫政體裡面的政策一定會是這個選擇 多數時候啦 我敢說大概九成以上的機會 你都一定會是這樣的排列 好那這邊採礦業完成喔 採礦業完成的話我們就可以砍伐樹林 然後可以準備去做財市場還有礦景 那這邊的話我們現在就碰到幾個選擇了 一個是我們要不要直接去走向柱銅樹 另外一個是我們要不要先來去把馬的這個戰略資源打開 我覺得我們先來走一下馬 因為這邊的其實柱銅樹的需要花費的時間稍微的有點久 我們稍微的先等待一下 這邊遇到的沃靈這個城邦 我估計我們應該不是第一個碰到他的 因為以這個地形上面來說 我們現在應該不會 他應該找到被別人碰 我們去還是第一個 這倒是出乎我意料 OK 好 那代表其實附近是沒有其他的文明在的 那這邊這個偵察兵的話 我讓他去 因為這一個偵察兵 我估計他應該會慢慢的往東南或者是東的方向去走 那我覺得我想要讓這一個偵察兵去探索一下這邊這一個外區域 至少我想要先知道一下周圍的狀況會是什麼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始出第一個開拓者 那因為他這邊這一個偵察兵往北去走的關係 我打消剛剛西這隻偵察兵要往東的念頭 我們先稍微的往西邊探索 這邊碰到薩瑪爾罕 我們應該也是第一個碰到他的沒錯 好這邊再繼續移過來 我們看一下他們之間的政策 不是不是政策那個任務 薩爾寧的任務是要觸發帝國初期的天啟 以帝國初期的天啟來說 你需要讓人口文明的人口至少增長到6 但是這一個是所有文明 應該說你整個帝國的文明 所以你不一定是單一城市 你也可以有好幾個城市 這個東西原則上我們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觸發的到他的這個任務的部分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要達到帝國初期的話 至少還需要35個回合 那35個回合的時間我們這邊 如果這個文明下去八個回合都開一個 然後這邊後續應該也是八九個回合都可以再開一個 我們應該會有機會可以開到兩座城出來 再開兩座城出來 然後這樣子的話 如果每座城都可以成長到兩個人口 我們就可以直接觸發到 那再來另外薩瑪爾罕這邊的話 是需要觸發軍事傳統的天啟 軍事傳統的天啟的話就相對比較簡單 你只需要去消除蠻族的哨戰 這個部分的話如果這邊這個我們把它派回來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清的掉 我們也許會考慮這樣做喔 那再來看一下他們這邊的效果 薩瑪爾罕的話是建造園領傷勢 它是增加金幣 然後貿易路線的部分會有額外的金幣加成 我覺得這一部分的話稍微比較沒那麼重要 那但是如果你想要拿中祖國的加成的話 這部分是可以考慮拿進來的 我們讓這一隻勇士回過頭來去處理一下 這個蠻族部落 那這個的話就繼續往左邊去探索 我們這邊其實是有一些地熱的發電 123 如果這邊有一條河流我可以考慮在這附近開城 但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所以這附近的應該說底下這邊的開城的選擇 就會相對比較少一點點 雖然說這附近的地形還算蠻不錯 但底下這邊其實123 123 這附近這差不多這一個位置左右的周圍 還有機會可以開到一座城 不過我們要看一下 因為這座城的開城的順序優先度不會是這麼前面 所以這部分就要再研究看看 看狀況 我們這邊讓這一隻回來 然後這一個去上面去探索 這一個正常邊的話我們差不多探到這邊應該都差不多可以回頭 我們這邊的地形被地形保護的算是還不錯 原則上應該不太需要擔心有任何AI的敵人從西半邊那邊進攻過來 那北半邊如果我們這座城是可以建的下來的話 原則上應該也可以有足夠的防禦能力 或者是至少有足夠的預先探知的能力 可以去判斷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應該就是這座城 這座城如果打得開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算是也還不錯的地形防禦 因為這邊有微塑微火山 微塑微火山的話 我們這邊未來可能會需要有良的行政長官的附近 可以去幫忙加持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附近大概是這一個河流附近 可是這邊有握靈 所以原則上可能也要在差不多這個位置以後的位地方 才有辦法開到下一座城 那這一個城的話 原則上這兩座都會是相對比較偏衛星城 那他們的目的是能夠去盡量的去開出衛城來就好 那簡單有一個還不錯的加成就可以了 我們到這隻進來 然後繼續去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踩到他 好這隻稍微讓他往回走 從這邊繞回去 我們這邊現在右半邊看不到的話 是稍微的讓人有一點擔憂 因為萬一這邊出了一個野蠻人的話 對我來說就會非常的困擾 我們這邊拿到40斤的部落村莊這邊金幣 這隻先把他進攻過去 然後我估計我們讓他直接先回頭吧 讓他直接先走過來到這附近來 把這邊的城市也先探索開來 然後你這一隻我們直接先進攻一次 進攻一次之後我們待會讓他休息 休息完了以後我們再回過頭來去繼續進攻 把他清掉他 OK他這邊出了一個野蠻人勇士 我們就要先稍微退一下了 OK那這邊這一個正常兵的話 我其實是比較想要先繼續探索啦 但是應該可以先攻擊一波 順便賺取一個經驗值進來 然後這個先繼續回來 這邊把這邊的地形先探開 我至少需要知道這邊的地形長什麼樣子 然後也要至少知道那邊有沒有野蠻人的問題 那這邊的話對外貿易以及畜牧業都已經解鎖了 畜牧業的部分我們這邊是沒有出現任何 建造者的改良的可能 因為沒有任何馬的資源 我們讓這隻出來讓他先去 恩我其實剛剛應該讓他去走到這一塊啦 我覺得你先過來這一塊好了 沒關係 然後你這一隻的話我們直接讓你在 你先過來這邊 那這一隻我們來這附近 因為這邊的這一個偵察兵需要過來的路上 我會稍微的需要有一些人可以保護他 然後市政的部分我們直接走向帝國初期 那接下來下一個要做的東西 因為這邊人口不太夠了 所以五個回合之後我們才可以 六個回合之後才可以再做別的東西的情況底下 恩我覺得我們的經濟狀況 商人部分可以直接買 商人的部分能夠直接買的話 但我比較想要考慮要不要把錢 留下來去給建造者六個回合 然後商人這邊的話是五個回合 你這邊的話建造者六個回合 我們這邊用建造者先直接用生產的 然後我們直接買一個商人 買商人之後呢 讓他去跟薩瑪爾罕這邊做貿易 好那這邊這一隻我們用他回來 然後這一個跟薩瑪爾罕做貿易 順便觸發一下貨幣的遊離卡 那這一隻的話呢讓他先上來 然後你這一隻過來這邊 我們在這邊駐紮回個血 他們偵察兵是不太會隨意攻擊的 然後像這邊這一隻就是問題了 因為他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需要暫時的先不要移 不要做任何的移動 看這一隻要去哪裡 他基本上會走進來裡面 走進來裡面的情況底下的話 我們可能要先追過來 然後讓這一隻也先繼續持續的跳過 這可能會稍微拖到一點我的速度 所以我現在重新考慮了之後 我們直接讓他過來這個位置 稍微的被這個偵察兵觸發那個 拖了一點時間喔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 我應該可以直接在原地駐紮 OK 那這隻會移過來 這隻他居然沒有攻擊我 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沒有問也沒關係 我們這邊先來去把這座城市建起來 然後這一個的話 攻擊他一次 繼續先把他趕走 那他會繼續移動 這個他會跨河過來 然後我們這一隻的話就可以 過來這邊 然後在這邊駐紮回個血 那你這邊這一個的話呢 呃 你也是一樣可能先暫時不太能夠去移動到任何地方 我們先做來做這樣子的選擇 然後你這邊的話可以再出第二個開拓者了 好 那這邊這一個的話 我們就讓他再往裡面走 然後你這一個 我們先來去把這一塊先改良起來 觸發一下 砌砌的尤里卡 然後也讓這邊這座城市的生產力能夠加快一點點 那這邊的開城直接下去 開城下去之後 因為旁邊有微酥微火山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一個時代分數 然後因為在海岸邊 所以也觸發到了 航海樹的尤里卡 這邊第二座城市的第一個目標 我們直接先讓他去做 建造那個 偵察兵 然後這邊繼續先做一下基本的探索 目前來說被這幾個偵察兵 這幾個野蠻人稍微的拖到了一點點的時間 這算是 比較有一點小問題 不過影響的倒還不算特別大就是了 我們這邊繼續讓這個偵察兵去做其他自由探索 我希望能夠至少維持在 一般普通時代裡面 那原則上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我們只要走上這個部落村莊 我們就會直接到一般的時代裡面 那這邊的話也順便讓他做一個升級 前面的這一部分 其實認真來說我們應該 這一次偵察兵兩個升級都可以去選擇的原因 是因為後面有一大片森林 然後前面其實也有 那個叫什麼 秋林的部分 我這邊應該會先選擇高山的這個升級 因為前半邊的森林其實是相對比較多的 那我們這邊也拿到了20的信仰值 所以我們下一個回合應該可以拿到萬神殿 那這邊都繼續來去做一下探索 然後你這一隻的話我們吸引一下這一隻的注意力 在這邊駐紮回個血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兩個應該可以暫時先解綁 然後出來 然後你過來這邊 我想要把這一隻趕走 看他這個 我這邊遇到了埃及 我們這邊可以跟他 待會跟他做個一般的對話 這邊他繼續往裡面走 跟我預期的算是一樣的 我們繼續往這邊追 然後把這一隻 派過來這邊把這個石膏做改良 然後你這一隻我們就可以直接 這邊可以先做升級 把油騎兵升級上去 因為周圍的樹林其實相對來說比較多 所以先做這一部分 那我們剛剛遇到的 那個埃及應該有可能是在這附近 所以我們暫時先不管他 那萬神殿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是有一個建造者的選項可以去選 以32回合來說其實是稍微的偏慢的 但是也還算是時間的範圍當中 那這場來說我不會開宗教 當然如果你要玩文化勝利的話 你有宗教的選擇也會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加成選項 這倒是一個大家可以考慮的問題 那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這一場 我還是暫時先不出宗教 那這邊的萬神殿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旁邊的部分 底下的這幾個基本上都還好 那牧場的話我們這邊也沒有任何 可以去利用的牧場 然後神聖之光這邊稍微可以去選擇 踩石場的話有加二信仰 我們這邊石膏其實是會變成踩石場的 這邊有兩個踩石場 這邊也有一個踩石場 這樣的話就加六信仰 然後這邊還有兩個 其實是原則上來說 要真的選踩石場的話 倒也不是不行喔 我覺得就這樣吧 我們來選一下踩石場 這一個十圈 十圈 對十圈 的這一個萬神殿 因為這一場來說真的香腸 附近的踩石場是真的蠻多 我們這邊就來選這個 好 那這邊踩石場完成了的話 這一個偵察兵我們來去探索 這邊就是埃及的位置了 那這邊的話因為碰到埃及 我剛剛前一個回合顧著講話 我也忘記要給他代表團 所以他現在的關係其實沒有到特別好 我們這邊跟他做一個快速貿易 我們把原本有的咖啡直接跟他賣 貿易賣給他 這樣的話你們兩個之間也是會有一些些的 關係加成 那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其實是 進氣的加持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兩座城市 所以我們現在不太需要這麼多的 滿意度的加持喔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讓這一隻繼續追他 然後這個把踩石場改下來 然後這一隻我們也先繼續追下來 一來是有機會可以去把它清掉 那二來的話呢是 我看一下我們 他們他現在正在被野蠻人大肆的侵略當中 我們讓這一隻先回來 然後這一隻先過來 那這一隻直接先撤退 OKOKOK 好 這個讓他過去那邊吧 我其實不太需要再繼續追他了 我們這邊可以回頭 然後這一個 這隻下來 這一個的話先繼續在這邊等著 這個先在這邊等著 然後這一個我們直接撤退 我們不需要跟他們去硬剛 反正等他們自己去慢慢消耗掉就好了喔 然後像這邊這一隻的話 我們可以來這邊這個位置 然後讓這個來這裡 他們兩個就不太會 他就不敢跟他打了啦 好我們這邊讓他過來這邊 然後這邊先回個血 好這邊有一個完成的奇觀 那個金字塔 預期中 這個不意外 好那這邊這個劍道主 我們讓他去來這邊改良 然後這一隻我們簡單的 直接在這邊原地回血 然後不去理他 我們讓這一隻來去前面探索 確保前方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野蠻人還在那附近 因為這邊這個營地其實還在 其實是稍微讓人有點擔心的 這邊這個材質上把它改良起來 OK 然後這一隻跟上來 這一隻跨過來這邊 那你這邊這個的話 我看一下 殺死三個蠻族 我們這邊如果殺死這一隻 好像只有殺死兩隻而已啦 對這邊這樣的話只有殺兩隻而已 算是可惜了一點點 那這邊這一座城市剛剛完成的紀念碑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讓他先繼續做建造者 他會有機會可以把附近的稍微砍發一下 好那他這邊要跟我們換石膏 石膏的部分我覺得這個貿易是可以的 我們直接跟他開放邊界 好那這邊的話他想要直接把他掠奪掉 我覺得我可以賭一波我們直接去把他 攻擊下去 OK拿到了 這樣的話只有兩隻啦 所以我剛剛其實一直以來都只有燒到兩隻而已 但沒關係 然後這邊再一隻上來 這隻再出來這邊 OK那這樣第三座城市基本上也已經沒問題了 那這邊這個的話我們就是 直接原地先升級一下 OK 那這個都跨過來 然後待會再附近開城 這隻再出來這邊看一點點路線 看一點點地圖 他有可能會想要過來打 我們這邊這一隻的話 讓他先進來城市裡面回血 這樣速度其實上會比較快 然後這邊這座城市的話 就是直接在這邊開城 旁邊會有阿瓦龍尼亞的首個聚落 應該是因為那個大陸的關係 OK那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先完成一下紀念碑 然後這個偵察兵先繼續去自由探索 那你這邊這一隻的話 原則上你其實是可以原地就駐紮就好了 因為他其實是打不過來的啦 偵察兵應該是足夠 因為他現在又在防禦地形上 你在丘陵上面是防禦地形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足夠去抵擋這一波傷害的 那加上我們又有政策卡牌的加持 所以我應該不太需要去動他喔 OK那這邊的話他其實跟我們還是相對來說 比較沒那麼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許會需要去做一下這部分的軍事防禦 因為我們現在軍事力量稍微的確實是偏弱 但目前來說我也沒辦法 因為前面再顧這幾個部分 其實就已經稍微花了一點時間 好那這邊帝國初期完成我們看一下政策的選擇 目前來說是沒有特別需要去變動的選項 因為現在的話原則上這個政策的組合應該可以繼續利用下去 因為現在做完了這兩座城市之後 我們不會馬上去繼續開始大量開城 所以開拓者的政策卡牌也不用放 那主要的話會是下一個政策我們要來去走向記憶 然後走向國家的動力 最後再來去走向政治哲學 原則上會是這個節奏 然後剛剛拿完了帝國初期的關係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行政長官可以去利用 行政長官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老樣子先抓一下平迦拉 平迦拉先丟進去雅典 好那這邊的話鐵也解鎖 然後重裝步兵這邊也解鎖 但我們這邊的話22分 那距離下一個時代剩6個回合 6個回合的時間我們基本上應該是沒有機會 進到黃金時代啦 除非我們直接花錢砸下去 那或許是有那個機會 但是我就算這個現金砸下去的話 我們是拿到4分 那我其實還差3分的時代分數 這個分數其實也還是不太夠用的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你沒有必要特別為了這個去弄 但是我來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會有幾個選擇可以去做考量 一個是我們可以來繼續去做開拓者 然後比如說把這邊這個位置開起來 這三座城其實都有可能有機會可以打開 比如說以這邊這個位置的話應該會是在這裡 這邊這個位置要開城 然後去當作一個忠誠度的防禦 然後也是衛星城的概念 那這邊的話 你也許就必須要到這附近來了 因為這邊有薩瑪爾罕 所以我也不太需要特別擔心這邊可能會有人打過來 所以至少一二然後這邊這一座城 也許要看看有沒有辦法拿 所以現在就變成有幾個選項囉 好我們可以考慮直接去把重裝步兵買下來 然後讓政策的部分去走向 讓這邊這座雅典先繼續走向那個開拓者的規劃 然後最後面三個回合之後 我們把政策調整成 把政策調整成殖民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金主崇拜都可以先暫時丟掉 我覺得這個方向或許上來說是可以的 我們這邊讓他選擇開拓者 好然後科技的部分的話呢 接下來下一個重點會需要有商業中心嘛 所以商業中心你要過去的話 你至少要有製陶術寫作還有貨幣這邊 所以我們這邊先走向製陶 好那這一個勇士我們讓他先出來一點點 去當作一下一個眼 那這邊這一個建造者就是來改一下這一個財市場 然後你這邊這一隻我們先讓他回個血 旁邊這邊其實看起來是有另外一個文明在這裡 我們可以先過來這邊看一下 這邊是蒙古 蒙古的話可能就需要令人擔心一點 因為蒙古相對來說是比較兇猛的戰狂文明 呃這樣子的話我們這邊你的話是需要五個回合就會到下一個時代 我這邊差兩分 差兩分的階段底下 我們有機會可以進到任何黃金時代的選擇嗎 這會是一個問題 嗯...我們這邊先把代表團先給他 在我旺季以前然後開放邊界這邊也都先打開 我給他一點錢沒有關係 然後你這邊的話我們也開放邊界 跟你拿錢 這樣子的話一來一往是稍微有賺一點了 代表團過去他也還是不要 OK沒有問題 你這個的話我們暫時先留著 你這邊這一個的話我們就變成是說我要不要直接買重裝步兵啊 我個人認為其實是可以直接買重裝步兵的 因為 呃...一來說我們軍事地上稍微是需要拉高起來 避免...尤其現在又有蒙古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重裝步兵其實是需要拉起來的 我們把他拉進來這邊加4分 這樣的話就到23分的分數 那原則上你這邊其實是可以再出一個頭石兵好了 我覺得出頭石兵然後稍微的去把軍事地上先拉起來一點 讓至少他們這兩個不太會直接去進攻過來 那接下來的話還有一個點是 這一隻可能要往到這附近這一座城來 那這個就先繼續自由探索 好然後...這邊這個建造者 我們把他先派過來 這邊這個台石堂改良完之後 可能我接下來會直接把這塊地買進來 然後去把這一塊鐵也改良起來 這可能會是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我可能分數會差一點點 應該會差個一分我覺得 好那政策的部分這邊就完成 我們把政策改良上去換成殖民 君主崇拜換成殖民 讓這邊開作者的速度變快 然後這幾隻派出去當作鹽 這一個來改良 這邊先繼續自由探索 喔其實我們可能有機會可以拿到... 也許是會有機會可以進到黃金時代的 但我不確定 我們這邊有沒有任何的...科技是可以去改良鐵 我自己在這邊鑄鐵樹這邊有... 煉鐵樹這邊有一個 煉鐵樹這邊有一個的話 如果我們這邊派過來 其實是有機會再加上這邊有一個... 啊 shit 他那邊那隻死了 這個倒數我沒注意到 沒關係 我們讓這一個勇士過來這邊 然後這隻先過來這邊 等... 那你還需要兩個回合的時間 我們讓這隻過來 多了一個建造者 這個建造者算是蠻賺的 我們讓他先去到這座城 因為這座城現在比較需要幫忙啊 好 這樣的話我們差一分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用這塊地 我們用十八達 然後把這塊地買下來 然後讓他去改良 OK 差一點點他沒有辦法加分 那跟我預期的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其實 本來本來 我也就是必須要去買這塊地的啦 所以... 沒有拿到 倒也不是說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 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但沒關係 好那這邊的話 剛剛完成的是自陶樹 所以接下來 我們可能可以先來去把弓箭手完成 然後再回過頭來去走一下寫作 我們附近有沒有任何需要再去做改良的東西 目前來說是沒有 但是附近有蠻多採食頁 也可以去利用的 所以... 這部分也是需要注意的一點 然後這邊的住房不太夠了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先讓他做糧倉 這也是我剛剛會讓他需要去做糧倉的關係 因為這邊是海岸城市 海岸的住房基本上一定會不太夠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用這隻先往這邊走 因為我想要直接先能夠知道一下 這邊的軍事單位的佈局 因為他那邊軍事... 蒙古的軍事單位算是首當其衝 然後這邊埃及進到黃金時代 這邊是蒙古普通 我們這邊一樣走向的是自由思想 好 自由思想完成了以後呢 這邊的第三個開拓... 這個開拓者 原則上應該還是會來到這邊 然後利用一下待會的行政長官的支撐 去把這個忠誠度穩定下來 雖然說他其實並不是... 我會覺得如果今天他沒有推的這麼過來 其實你不太需要把城市直接開到這個位置 但是因為他這邊其實忠誠度已經開始在過來了 然後加上這一座城市的人口 應該稍微是不太...應該是不少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去稍微注意一下 這邊遇到鋁色...什麼東西啊 這個...這個奇觀我怎麼好像第一次遇到 這是海軍戰...海軍單位的強化欸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 好...那這一個建造主我們就來到這個位置 然後待會用錢去買這一塊 然後這一個鐵直接把它改良起來 那這邊這一隻過來這邊 去當作...呃...可能待會會一起把這個清掉 我們這邊的話一二三四五六 這邊六個會拿到三分 其實算還蠻不錯的 那這邊這一個的話...這個先改良 這個開拓者我們先讓他派到這個位置來 或者是先讓他派到這個位置來 其實倒也不是不行 嗯...兩邊其實都有裝成度的壓力問題 那但是...哪邊先...哪邊應該先走 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了 你這邊的話裝成度的壓力是1 那我這個部分其實... 因為這邊這一座城我估計 他應該會陸續的一直在產出人口 所以我這邊可能會先把...呃...行政黨丟到斯巴達去 讓這邊的這個人口可以起得來 呃...然後加...然後拿他的加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裝成度應該有機會可以往後面推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我可能這一隻開拓者 我還是會先派過來到這裡來 沒錯...好...然後...你這邊這個的話 我們用錢去把這塊地買下來 待會也要買這塊地 所以這邊這個先改良 然後你這個建造者我們來這邊... 來把他改起來好了 我覺得沒關係 然後...這邊的話呢...人口這邊還不能弄了嘛 所以我們這邊先讓他去做糧倉 OK...那這個進來看一下 120的金幣 這對我們來說非常的賺啊 是蠻重要的一筆資金 而且我現在我的貿易路線應該是有被一個... 應該是有被一個...野蠻人弄掉 所以我的貿易...欸沒有他幹回來 我想說為什麼我沒有看到我的貿易路線呢 OK...不管他 我們這邊的話派過去給握靈 去拿一下他的任務 OK...那這一隻上來 這一隻過來 我們待會要把這個營地清掉他 這個過來這邊看著 這個過來這邊繼續探索 因為我們現在只剩下一隻偵察兵了 所以探索的速度會變得慢蠻多 那這邊的四任廣場我們先準備先丟下去 七個回合的時間 兩艙其實也是七個回合 我這邊的話先讓他去做四任廣場 因為四任廣場對於目前來說的需求是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走向寫作再來走向貨幣 行政黨官強化的部分呢 呃...接下來 幾個選擇 一個是可以去拉一下文化跟科技 也就是評價他的升級 另外一個是可以保留 因為也許 有必要的話可能忠誠度也會需要控制 那再來的話第三個選擇是 那個...那個那個馬格魯斯 但是因為馬格魯斯的話 我現在應該會先丟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馬格魯斯我們暫時也還不太需要 那還是會先把評價他先做升級 然後先拉一下文化 先把文化拉起來 好然後這邊的話他在這邊 這個在這裡面 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稍微來去 騷擾一下或者是來稍微去阻擋一下 那這個就先繼續自由探索 OK 好這座城剛剛完成的紀念碑 他其實是相對來說速度比較慢一點點的程式 因為 你周圍能夠利用的選項其實沒有到特別多 而且他其實住房還OK啦 但是本身的生產力到沒有到特別強勢 所以目前來說他會比較偏弱 我覺得你還是先慢慢去做糧倉 甚至我可以直接用錢幫你買糧倉 但是首都這邊我覺得比較需要 所以我這邊會用糧倉這邊來幫他買 那當然你可能會覺得這一次花的錢其實稍微一點多 的確他其實稍微的把我的國庫直接花光 但是我們現在每回合的 我們現在每回合的生產歷史是相對足夠的 那這邊附近的生產力就會逐漸去拉起來 我這邊這座城應該不太需要再去做任何太多的改良 他們就可以比較完整的自己去自動的把整個部分拉起來喔 OK 然後接下來這座城的話我應該會讓你先去做一下 其實你可能會需要一些些自己的一些改良 然後加上這一個金魚我認為你會需要拿下來 所以這邊跑完之後我們先讓你去走一下金魚 然後你這邊做建造者 那個建造者出來之後去把那個魚改良起來 然後這邊拿到三分 OK 三分拿到的話這邊有幾個城邦 目前是還沒有辦法拿到 我們這邊跟陳吉斯要維持友誼 直接馬上跟他做友誼 免得他突然要反悔跟我開戰 或者是突然跟我打一些 突然怎麼樣的突襲戰爭之類的 這對我們來說都很虧 因為開戰啦 大家要記得這一點 就是沒有要打戰 沒有要打算開戰的意思 所以 這部分要大家注意 然後這邊學院完成 學院完成了的話 目前來說 暫時不太會有城市真的直接去開學院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 這一個區域我們可能暫時會先放著不動 OK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 原則上等到我們的政治哲學跑完了以後 就要準備走向未成的部分 那這一個建造者的話呢 你可以 我覺得你可以先來買這塊地 但是你差一點點 我們賣個一點點錢 給他 把這塊地直接先買下來 然後這塊地讓他直接改良 這可以把我的信仰值拉起來 那教的部分 那信仰值這麼多幹嘛 其實到下一個政策裡面 也許你有機會 可以去利用信仰值或者是 其他的加成去把信仰值轉換成其他的選項 那這對你來說其實終究還是一件好事 那反正不管怎樣這座城 這一個區域也是目前這座城市裡面 算是還蠻不錯的改良區域了 所以我會覺得 加上我們現在採石的場 又有宗教的加成 所以這塊地我認為花一點錢去把它買下來是OK的 OK 好 那我們下一個回合會進到政治哲學 這邊拿到實在分數 然後開始政治哲學的部分 我們解鎖 解鎖了之後 你會有寡頭 然後獨裁跟古典共和 原則上以這一場來說 我們現在應該會是走向古典共和裡面 古典共和中具進去了以後 城市規劃這邊先丟回來 那 開拓者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其實是可以來繼續開喔 那 你這邊的話 這一個四分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覺得我們讓他先走向開拓者 十四個回合稍微的是有點久 所以 這一個政策我們還是必須先暫時放著 殖民的部分還是需要先暫時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把魅力型領袖丟過來 然後 其他的話 可能會是建造者 然後加上外交聯盟 外交聯盟這一部分 我們待會也許有機會可以利用得到 因為 我們現在還沒有 但是 可能待會要測試一下看看 因為 我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我們下一個市政 大概會是需要八個回合的時間 八個回合的時間 應該是足夠去應對啦 好我們這邊稍微後續有機會來測試一下看看 我們這邊政策呢 我們把 這邊重新調配回來 然後把 那個 服役這邊丟進來 我們把外交聯盟也丟進去 因為 他的 他的效果就是 你第一個丟過去的 的死者 會變成給你兩個 而不是一個 那但是因為這邊其實你要說的話 我好像已經有丟過去一些些 所以我不太決定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觸發到那個加成的效果 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這邊在這邊開城 那這邊的話 就讓這個先去做簡單的探索 然後這個也是先出來做探索 然後 你這邊這座城的話 學院的部分 你是沒辦法改在這邊的 因為 你需要灌溉 才可以去把這邊改開來 所以這邊跑完之後回來走灌溉 那你這邊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就是先去走紀念碑 先把文化那些東西選項先拉起來了 那這一個行政長官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先暫時留著 暫時留著的原因是因為這座城 等他出來之後 我可能會需要這一個行政長官的加持的穩 的信仰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忠誠度 去把這座城市穩定下來 然後再去派建造者去把這附近改良 讓他的人口可以起得來 這樣子的話 忠誠度才hold得住 好這邊這一隻來先做簡單的自由探索 這個再繼續出來 科布爾 目前來說沒有碰到任何我特別想要的文化 阿薩卡城堡這個算是還可以 他至少帶來了一點 文化質 以及後期的旅遊業績加成 但其實目前來說沒有特別 呃 著重在文化相關的 城邦在 這算是稍微的我覺得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不太 還沒有到特別嚴重就是了 好這邊這一隻的話 我認為我把它先丟到這附近 讓他當做一個岩 然後 這邊這一隻出來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營地 我們可以有機會把它清掉 OK 好這邊的話 你剛剛好像人口有掉是不是 所以 沒關係這邊待會也快要準備進到 地下一個人口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暫時先不動 你們的那個行政長官的部分 那第一個區域我原則會直接留給 這一個地方 然後灌溉這邊改起來之後 就可以去把這個改 呃 處理掉它 那原則上我這邊呢 我們會出一個講帆船 去拿一下時代分數 然後去做一下沿岸的探索 開放邊界的部分應該是都有開 然後跟他們買一些奢侈品資源 把我的滿意度拉高 然後還有你們的外交支持也都先買過來 OK OK 好 好 那原則上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吧 目前來說的話 目前我們現在規劃了四座城 然後接下來第五座城也正在來臨 對不正常原則上會在這邊拉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區域規劃來看 這幾座 前面的這三座城 只要這幾個區域位層能夠建下去 加上旁邊的區域能夠下去的話 原則上要起來的順序應該會蠻快的 然後 接下來的話只要完成了衛城之後 應該會稍微的跑一下軍事傳統 然後或者是跑一下死者 然後再來去走向娛樂中心 或者是就直接走向娛樂中心 這也是很難說 然後因為有娛樂中心的緣故 所以 娛樂中心這邊我們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有沒有任何城市是有在 六個範圍格之內的 但是可能 機率比較沒那麼容易去利用 因為 旁邊的話 我們旁邊的東西其實稍微的有一點點多 所以說 比較難去完整的利用它可以吃到 應該說羅馬遊戲大劇場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吃不太到 但是 沒關係我們後期有辦法的話再來看 這集就先到這邊吧 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來 armed作詞